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键盘是如何分析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顾得头顾的余智庆副总 副总 午安 平时好 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好 第二位是顾得头顾的王建文副总 副总好 你好 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排面上的家庭部长 我们现在请教建文副总 好的 急跌了 跌了154点之后 余老告诉各位说 短线上有机会先谈再说嘛 来 今天怎么样 今天台股果然先谈再说 那接下来观众朋友你可能要注意件事 谈完之后你该怎么办 你该怎么办 其实今天的一个震荡幅度 其实相当的狭隘 相当的狭隘 为什么 因为只有27 28点左右 谈上来之后群魔乱舞 你会发觉说很多股票是你念不出 所谓的一个股票名称的 今天都在涨 甚至大涨 到底是涨真的还涨假的呢 观众朋友你现在会有个问号 到底是涨真的涨假的 如果谈完之后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要怎么做 我觉得有一点绝对绝对正确 你现在可以想想看说 是不是先看看你手中持有的个股 前一波很多人跟你讲追很多股票 其实他们现在都不讲 反而都讲一些涨的 那你前面追的个股 现在套牢了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一樣给各位印证 我想行情的一个判断 一定要有所依据 不是说今天看涨就涨 今天看跌就跌 而是要事先告诉各位 来 12月13号礼拜四 余老告诉各位多头历劫 到处都是吸血鬼 当天有跟各位分享过 这样的一个看盘的一个 Megang 你要知道人家怎么看盘 台股拉回的机会 将瞬间提高很多 台股当天还搜什么 还往上搜 搜到7757 有没有 接下来在礼拜五的时候 再提醒各位 步步精心步步为营 有没有 步步精心步步为营之后 很多股票就开始重挫 包含像大力光 大力光虽然短线上有反弹 但是这一波的高点下来 也168块 台股跌了154点 你有没有发觉到 当大家又开始 没有信心的同时 余老又提醒各位 这是昨天 明日先谈再说 就是今天先谈再说 那谈完之后你该怎么办 很多的观众朋友 一直在想说 是 我要怎么做 是不是说我股票 现在放着就有机会谈上来 不见得 不见得 或者是说你接下来的每一个动作 是不是适合你在农历年节前 帮你什么 帮你创造年终奖金的一个什么 一个武器 一个所谓的一个标的 如果不是 又到最后套在那边 动也不动 那更难过 要把你的资金 所谓的活水 活化 接下来把关键时间交给余老 让余老告诉各位说 好 先谈再说 那今天谈上来了 谈上来 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 好 盘事长观察 我们继续来请教余世青副照 好 我昨天已经跟各位讲过 放空是一门学问 同时也是一门艺术 要空得漂亮 补得精彩 不是像这种 已经跌到这里还在落井下石 要破一千 要到六千八 在那儿可以扛一扛 有没有很害怕 奇怪 你放空怎么会被嘎 我放空怎么会转 奇怪 就真的就奇怪了 所以放空真的是一门学问 不要乱空 我是说今天在放空 真的要对到人 在放空黑白 有时候会嘎到真的 红白白的小孩 我跟你说 红白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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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作派发 你知道吗 要跌那个 每天出门就怎么卫 有没有 不管这样 有时候有尊 该放空就要放空 该放空的时候 你管他什么收最高 7757收最高 拍拍手 给他放晕火 多头力竭 对不对 那时候不太要放空 到这里落到7603 还在扛 是要扛什么 人家就来说过 跌 你看是怎么跌 现在小孩的跌是怎么跌 有没有 正常都是反跌 有没有研究这个跌 都没有研究 你只会涨 跌也要会 跌你有没有去研究 你只会研究涨 你有没有研究跌 跌是要怎么研究 这要经验 很少人在跟你讲跌 因为讲跌就是够人玩 最近我刚才说大立光 高架股 最近不是跟你讲高架股都会毁 可诚 大立光 TBK 宏达电 有没有台积电会毁 光是讲这些就不得了了 你叫你老师 你还夭壽的 人来过不去得好 又过不去得了 奇怪 你都跌倒去人家室 都跌倒去人家室 我叫你提醒你风险 你大家都这样 你们 我们讲个正经一点 就是说 你股票本来就是会涨会跌 你跌你不要去排斥它 有人身体那么好的 说这个就是没什么来说 所以 跌是很正常的 你为什么要排斥它跌 没有跌你怎么买 我问你 原来你们买股票 都是涨的时候追 你看看 股票涨得很正常 会涨就会跌 跟我们吃饭一样 放轻松一点 自然一点 但是你要看它怎么跌 很少人在做这一份的研究了吧 正常来跌都慢慢跌 为什么 是用慢慢跌 你的多单才会抱得住 如果今天跌很快 大家也想要买 如果今天跌很快 像那个 那个什么 红海这样子 跌一跌 这样子跌 外资两天卖了13万张 如果这种急跌 当然大家都也吓死 都倒出来 你看这两天的量有那么大 就是这急跌大家都恐慌 多杀多 所以急跌它没有办法出货 正常都是慢慢跌 慢慢跌 这个才恐怖 这个急涨缓跌 跌得你不知不觉 让你一套再套形成连缓套 上面都缓跌 比方今天半张落100点 手冻想要扭开春落30点 还会拉尾盘 这明天我知道了 下来的时候我就赶快买 因为我上面套牢的嘛 慢慢跌到这里 要反弹了 我就开始这样加码摊品 所以急涨缓跌 跌得你不知不觉 让你一套再套形成连缓套 这是最恐怖的 你都认为这个恐怖 其实这个最恐怖 这个急跌哪有什么好恐怖的 缓跌是最恐怖的 跌得你不知不觉 最恐怖 所以通常做空人 他不爱他急跌 因为急跌他要看两个状况 看看第一个有没有量 有量会怎样 没量会怎样 所以放空人他最爱是慢慢跌 最好跌身之后他就弹 弹上来又掏扰一批人 再慢慢跌下去 一波一波这样子连缓道 这个是最好的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碰到换跌 我们现在看到昨天 他是跌了95点 最高的时候 好 那急跌的时候 已经超过1% 这个已经属于叫急跌了 急跌我们就要判断了 第一个 有没有出量 出量的时候要怎么办 没有出量的时候要怎么办 好 那如果出量的话 这个叫空方式 这慢压涌现 继续杀 就好像第一天大力光 来 我们来看 这个都是我跟你姐的盘 这是天天我跟你姐的 来…大力光今天谈 这谈我昨天就跟你讲了 不会谈 来 你看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这一天是不是带量跌 这里没有跌 这只是还跌而已 跳空往下灌是不是带量 后面你不要看 后面的量你不要看 有没有 那这个是不是带量砂 带量砂继续跌 这哪有问题 所以跌你要看它怎么跌 你要看它怎么跌 好 那如果没有量呢 没有量它就是这个不是空方式 这是一个整理坡 很容易伴随了谈生 所以昨天呢 量有没有出来 大盘量有没有出来 放大一点 没关系 来 老婆 不好意思 对… 量有没有出来 没有 昨天跌95点 正小的 配料在那里面不是 这一路是不是咬过 这个明天先谈再说 我有叫过你吧 有 好 那今天有没有先谈再说 昨天有没有讲 好 昨天有讲先谈再说 这四个字了吧 原来昨天礼拜一人家解盘 就告诉你 礼拜二会先谈再说 好 看看今天有没有谈 没有谈就吧 没有谈 没有谈 没有谈就 就闹開了 没有谈 还可以没有谈 话谈个谈 还可以没谈 对不对 所以航情是可以判断的 冯先生这指数的仗底 这可以判断的 这不是用谈的 好 那你一定会说 今天谈了要怎样 今天谈了要怎样 要看看他谈得够不够 如果谈得不够的话 明天还有机会继续谈 只是说这种量 你说幅度会有多大 要谈多高 可能也不是你的重点的 你的重点应该不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我昨天讲过 是谈上来你要怎么办 我说这个是必考题 这必考题 这一题 这必考的 就是谈有没有出现 有 谈多谈少 那个不是你能掌握的 你能掌握的是 谈身过后你要怎么做 谈身过后你要怎么做 这个反弹的幅度高低 不是你控制的 但是要怎么做 是你自己就可以做的 不用去考虑别人 不用去求神拜佛 你应该怎么做 你应该怎么做 这个是必考题 你一定要去做 有时候 今天可以做的事情 你不要留到明天 我说这个 来 今天可以做的事情 你不要留到明天 因为明天你如果不做的话 你后天就会后悔 所以你干嘛一直要留 该做的事情就要当机立断 做错 我曾经讲过 套牢那种好可耻的 不可耻 是你一套再套 新城堂连万套 那种才可耻 输过一次 第二次就输 第二次输完 第三次再输 永远再输 再输完 对不对 大方输完就输了 不然一百刀都会 我也会输 又不会输 后来就不会输 神话又不会输 但我们输完就说 后一次我不会再输了 但我们这个陷阱 我打一次又 我打了两三次 我刺到没评过 对不对 每个人都要用破例 做错了 改过来 改过来就有明天 就有成功的机会 好不好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 建议广告回来 继续帮大家分析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最能装的家 两万一轻松当家 多功能智慧型室内后视镜 新亮相 窗户的品质 决定住宅的价值 Arts ART 二分之一极细窗框 超广角视野 专属我的Live机场 Arts ART 观想水密窗 YKKAP 有人该不会在等起来吧 好了好了 很帅了 不要再抓头了 该不会太口子来跟从来吧 难怪 别人会以为我们在一起 在一起 在一起 爱在一起chap Wechat Wechat 台北圣诞城 加入账号 一人一聚 温暖台北 首奖十万 现场好康 等你呢哦 家是充满能量的全新起点 幻然一新 就从幻星窗帘着寿 周年庆满两千送两百 迎新春特价实施中 浓美窗帘 水秀山林 古运金灰 美好江苏 人节地灵 十二月二十九 巨星欢唱 金灵念慈安 邀您前进小巨蛋 索跳请上 金珠念慈安 家那健康 人就轻松 梅子促成岩 家就没双快 会造成身体的五串 三花五文字棉花 有专利 健康的梅子 三花棉叶 Sunflower 到711缴费 平代售收收据 我的健康日记 风网交原因 现实买一送一 小售No.1 想要Q弹 趁现在 好 欢迎回来生险战略 盆上还有哪些重点呢 继续来请教简文副总 好的 我当然要观察一下 所谓市场筹码的变化 昨天大家一定被外资的一个 九十几亿的卖压给吓到 所以今天整个行情就焦灼在这边 可是余老告诉各位先谈再说 果然先谈再说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也很重要 而且这个动作也蛮有趣的 每次涨就在卖 每次跌就在卖 这个是什么 这是所谓的伟大的四大基金 来 财长说四大基金没有准备退场 他现在也不能说要退场 讲退场不被骂死才怪 来 那是不是如此 的确 如果我们从统计资料里面 你可以发觉说包含像12月14号 台股是不是在跌 那个时候余老是不是告诉各位 到处都有吸血鬼 吸血鬼出现了 结果指数在跌 这个有趣 这个真的有趣 反正涨他就在卖 跌他就在买 买了3.62亿 然后昨天急跌 昨天急跌 余老告诉各位说 先谈再说 昨天急跌他买了19亿 买了19亿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讲说 人家是聪明 还是我们比较笨 但是他的确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他是涨的时候他在卖 然后跌的时候他在买 不晓得他的操作会 会一直跌一直买 还是说在这边把它往上做上去 这个当然还是要有专业的一个判断 我想转折余老都帮各位掌握住了 就跟着余老的一个操作去做 所谓操作上的一个衡量就好 12月14号17号两天 两个交易日 这两个交易大概买了23亿左右 你有没有发觉到 买超的第一名是2317的鸿海 其实外资最近在到鸿海 他两天买了2万张买了2万张 买的金额是大概18亿左右 所以观众朋友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觉说原来什么 原来不是只有 这市场不是只有你 不是只有你 你自己一个人操作 你会觉得很孤单 你会觉得庞然无助 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的股票 我在买外资在到 或者是前一阵子 为什么你的股票在买 然后八大光股行物在到 而是说这个市场有很多主力 主力包含像外资 包含像投信 包含像自营商 包含像八大光股行股 你要懂得运用他们的操作 来帮你做操作上的判断 甚至什么 甚至帮你创造获利 那才是你要做的 因为这个市场就这样 结果那么多的狼也好 虎也好 豹也好 坑杀散户的同时 你有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 在这个市场赚到钱 你有没有办法像余老一样 去掌握转折 帮整个团队 去规划未来的操作 那个才重要 但是如果你还是自己一个人 有时候真的很辛苦 找个团队来帮助你 来跟你换 来跟你照 这样会更好做 接下来我们来关键时间交给余老 让余老告诉各位说 接下来你看到这个市场 又是贤 又是货 又是败 你怎么做都输 想要贏 到底要怎么做才贏 好 排名下观察方向 我们继续来请教余世青副总 好 刚建文讲的没有错 这市场就是这样子 每个人都想要赚钱 来的人想要 哪个人想要输钱 对不对 包括这个阻力 包括这个所谓的法人 每个人都想要赚你的钱 散户也想要赚钱 散户来这里说 有没有人说 我既然买股票 我就是准备要输钱的 没有啦 大家想要赚钱 但是真正赚钱有几个 这个问题真的是 你要好好想一想 为什么你在输钱 想看看 今年的行情 坦白讲 就年初那一波 6609到8170 你没有做多的话 我看你今年做多 也赚不了哪里去 不只做多 你还在8170放空下来 规避那一段下跌的风险 如果你没有做多没有放空的话 我今年 你今年可以想象 今年你的成绩一定是负的 一定负成长的 你没有办法打败大盘 男生前战点 好才可以 今年再打败大盘 好 而且做得还很好 当然这个就是 我们去年就有规划 明年的规划 2013年的规划 其实我已经规划好了 是说 其实我也觉得很厉害 我来东森都没去 去各地方跟你们见面 都没有办演讲 是说你们也没要求 你如果要求 还热烈 我可以這樣來2013年開始 我可以這樣辦一半 一半電話演講 我會告訴你 怕2013年的行情是怎樣 但是你又沒有要求 你如果有事的話 你剛才去要求 你每次都這樣說我氣氛的意 隨便我告訴你 但是你如果沒有表現我都不知道 就不知道你要聽不懂 人家像說你剛才說這個反彈 蘋果的概念是這個反彈 對 比較正經的 這個反彈沒有 這個蘋果概念是這個反彈沒有 對 而且真的這樣 這個都反彈 剛才獨自這支比較不彈而已 對不對 但是這支過類的蘋果概念是牽強 因為做太多 但是問題這都是 這都是蘋果概念股 有沒有 這完全是肉 這支撞了又要漲停 這怎麼有人說 這台股票都要反彈 有沒有告訴你 有啦 你這 太多 好歉 為什麼我會說他要反彈 這是昨天的 二月十二月十四號的蘋果電腦 每個人都說這個 蘋果這個底部可能不熟 有沒有 大家都說蘋果的破壞 蘋果的手機iPhone快快快 那什麼蛇吃多少 賣賣出 庫存多少 有沒有 那個都是叫做落井下石 你有本事你在這裡講 你有本事在這裡講 你千萬不要有那麼多的本事在這裡講 你們這真的大家都在落井嚇死 說了如果有順勢又沒關係 不然剛才去找破壞人家 真的小朋友這麼大牙 我去老師我來講會破壞 我說有沒有破前提不重要 有沒有破前提不重要 那不是重要的社會 重要的是蘋果快反彈的 真的假的 沒有人敢這麼講 總算還有人 對不對 總算還有人 好 來 放這裡快一點 來 放大一點 昨天蘋果漲了九塊 漲了1.77 K線在這裡 這有大了嗎 所以你們在落井下石 就讓你砍在最低 所以今天為什麼 蘋果的股票都會漲 而且跌得越深 漲得越多 為什麼 所以你說這些東西是用拆的 我跟妳講的東西用拆的 先蘭再說也是拆的 告訴你蘋果概念股會漲也是拆的 哪那麼會拆 怎麼那麼會拆 不可能是靠研究的 哪是用拆的 那告訴你7603 7600附近有支撐 難不成 那也是用拆的嗎 也是用拆的嗎 你真的以為那個都是用拆的嗎 哪那麼好拆 你拆給我看看 你拆給我看看 來啦 繼續拆啊 來 繼續拆啊 來 要怎麼辦 這個我看反彈無力 天生萬物一樣人 人無一物以盜天 殺啦 繼續殺啦 反彈都沒有量 殺啦 連強反彈的意願都沒有 殺啦 你在說的 殺 你看得到樂你嗎 殺 不是 我就來說重點 不是說這個拆可以蓋多少 你知道啦 重點就不在他談多少 而是在反彈之後你要怎麼做 你一直在 一直在想那個談多少 又猜不準 好 想說可能會談很高 談很高 如果沒談到 多端繼續留也沒賣 對不對 所以問題不在談多少 而是反彈了你如何做 這大事不是說這樂這樣而已 是說後面是要怎樣 這問題是要我們考慮 22萬口未平常口說魔台 他到底有沒有企圖心 這些到底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 我已經講過這個沒有機會去佈空 沒有機會佈多單 所以這裡有可能是一個空單 好啦 那你現在來看 從7061到這裡 這裡外資總共買了1048億 這裡才小賣98億而已 如果說它是一個空單的話 那你被他賣死 對不對 你不會賣得這麼巧合 所以昨天賣了98億 我們好好看賣了98億他在幹嘛 賣了98億光是鴻海這一檔股票 昨天賣了8萬張 兩天就賣了120億了 所以賣超這些哪有什麼 現在重點是說 他買了1048億在買什麼 昨天賣超了48億 他還在買金融 對不對 有沒有繼續買金融 所以他的籌碼就要看看 金融到底有沒有鬆動 是不是這樣 好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些 稍微有一些眉目出來了 有眉目出來了 來 看看金融股 這是外資最大的買超 部分集中在這個地方 集中在金融 好 如果說金融股出現 大幅度的調節 那代表我們剛剛講的 這些22萬口的OI 那麼完全都是怎樣 都是空單 他一定是賣超金融股 來灌壓指數 因為金融股是佔全值的 那灌壓指數他就是要獲利摩台 要獲利摩台 對不對 好 假設沒有大賣的話 這也有好消息 假設他這一次 並沒有大賣金融股 這一次的整理他沒有大賣金融股 代表他的22萬口的摩台 是因為他要去休假了 他擔心買了1000多億的金融股 他擔心有事情 所以他打了一些避險的空單 如果避險空單他是善意的 這就是策略型的空單 這是破壞型的空單 既侵略型的空單 這個是避險型的空單 好 如果是這樣子等結算過後 他沒有這些OI的話 金融股的一個買超還存在 未來金融股他一定是成為 這個盤面上的最主要的一個主角 所以我們在想事情也會想這樣 如果在想說 還是可以大賣這個 我的股票賣這個要賣 根本就沒有金融股 你是要賣什麼 好 想一想 或許你獲得很開朗 那到底有沒有需要這個演講 趕快跟我們公司聯絡吧 好不好 好 感謝兩位來賓的分析 也提醒觀眾朋友的節目當中資料 僅供參考投資盤還是要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風險 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 2012嘉義市國際館樂節 接續世界館樂年會 台帆館樂才接江有華 世界各國隊伍 全台結束樂團 玩創意秀熱情 2012嘉義市國際館樂節 歡迎大家做回來 10月21號到1月1號 1月1號腰部一起崩壞 整隻雞眼動很痛 動動動動 痛痛痛痛 夾子雞眼貼 走路不刺痛 好行動 四本夾子雞眼貼片 你在看我嗎 你在看我嗎 你還在看我嗎 用眼過度了 兒童越早近視 度數增加越快 美國兒科醫學會建議 兩歲以下兒童 避免觀看螢幕 大於兩歲兒童 每日不超過一到兩小時 增加戶外活動 親子共同預防近視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關心您 STB 是設計的 質素和模式 看不見的地方 我們更有心 安顧禮器 與人窗 堅持信念 面對挑戰的能量 竟然決然一刻 Citizen L 純粹之美 Citizen 挑戰生命的關卡 需要體力 癌症營養品 亞培貝利素 就是最有力的後盾